叶少阳对于这些认识 知道代表的是四象之位 大胆猜测了一下 这玉州顶放在海眼之上 应该是起到镇压的作用 然后这四象位的符文 便是法阵加持 能够激活玉州顶的神秘力量 徐文昌走到了大顶前面 从大脸里面拿出了一盆草纸 扔进了玉州顶庄 燃烧起来 站在顶前 双手接引口中念念有词 崇和子在金刚三藏的命令下 叫来几个弟子 从后方的丛林中 搬来了四块石头 都有一人多高 四块石头颜色不一 分青白红黄四色 造型也不同 像是某种动物 但是很抽象 难以分辨 这些弟子把石头搬到高台上 在冲和子的指挥下 摆在了大顶前后左右四个方向 看着有点像是镇宅用的石杆当 为什么是从别处移过来的 不是应该一直摆在这吗 叶少阳问道 曾经是一直摆在这的 但是以前焦徒公主在寒眼中 为了让灵气通达 我们就解除了法阵 把石头都移开了 对他是相当不保 可他最后还是勾结道风 从这里逃了出去 提起当天的事 冲和子还是耿耿于怀 看叶少阳一脸的尴尬 猛然又想起什么 用质问的口吻说道 那道风是你的师兄吧 他救走焦徒的事 你可知晓 这个我真不知道 事后才知道的 那焦徒去了哪里 不知道 我跟他也不认识 不过好像他也没跟 刀风在一起 不知道去哪了 通和子就不问了 继续指挥弟子们搬石头 四块石头都摆好之后 金刚三藏也念好了咒语 走到最后一块石头前面 一只大手拍打在了石头上 拿开之后 石头上立刻出现了 一个血色的手印 黑沙掌 一哨扬低声开玩笑说道 结果被四宝白利 什么鬼 这是佛门大手印 禅宗密传法门 金刚三藏 在每一块石头上 都拍了一巴掌 留下手印 然后冲徐文长点头 有劳徐功了 徐文长也客气了一句 从大猎里面拿出 一个香炉似的杯盏 一包金色的粉末 用水调和 再加入一些草灰色的粉末 再一起搅和成了糊状 然后拿了一只毛笔 扎了这金色的糊状 在石头上面画了起来 他画的是图案 有点像是人间的象形文字 一帮人跟在后面看 没一个人能看得懂 一少要怀疑是天文 但也不敢确定 看徐文长才全身贯注的忙活 也不好打断他去问 这档口 有个弟子来保 说有一群人到了岸边 自称是法书记 前来帮忙镇守海眼的 一时间金刚三藏和冲和子 都朝着徐文长看去 徐文长正在拘经会神的画府 连开口说话都会分心 只能点了一下头 于是冲和子下令 开启封印 让他们进来 太阴山的鬼兵 可能很快就要到了 我们去那边海边等着吧 也正好提前布置 在林三生的提议之下 大家都来到了海边 冲和子去召集了许多手下 都是一些士兵打扮的鬼魂 一共三十多个 全都拿着符文加持的兵人 这叶少阳一个人身前站成了一排 穆罕等人上岛 迎面走来 跟冲和子打了个招呼 冲和子之前已经问过了叶少阳 得知他们不是一伙的 态度就不冷不热 穆罕想去拜见金刚三藏 被冲和子不客气地拒绝了 只好带着一帮人站到一边去 跟叶少阳他们并肩而立 中间却隔着很长的一段距离 冲和子见两边的态度冷漠 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问叶少阳 怎么你们从人间法术间也分成两派了吗 谁知道了 反正不是我分的 穆罕他们来到不到十分钟 在遥远的海面上 丰都城方向出现了一群黑压压的人影 从水面上压过来 掀起了一大片的水花 终于来了 叶少阳深吸了一口气 让刮过去高台上 看徐温长画幅怎么样了 刮过去了返回 表示一块已经画好了 再点画第二块 他画一块感觉很累的样子 每一笔都要认真描个半天 刮过评价道 叶少阳粗略地算了一下时间 跟徐温长之前说的差不多 大概二十分钟 能点画一块镇灵石 敌军已经到了 也就是说 他们还要撑住至少一个小时 而点画灵石这种事情又急不来 岳家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眼下能依靠的就是他们这些人了 这阵容其实也足够强大了 猪鬼联盟一大半人都来了 还有冲和子和他一干手下 不过他们这边最强的还是正道强者 叶少阳瞥了一眼穆罕和慈心事态等人 虽然十分不待见他们 但也得承认 他们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老大你们看 那边也有 刮过指着一个方向 大伙转头看去 发现另外一个方向 也有数不清的贵病 从海面上急速地袭来 接着 其余地方也都出现了黑色的人影 在海平面上连成了一片 远远看过去 就像是一圈黑色的印记 将海天相连的地方标筑起来 不是说就有一支军队吗 怎么四面八方都有 叶少阳有些纳闷地说道 很显然 是队伍扑开了 他们想包围辅导 然后寻找防守的弱点 一击破防 冲上辅导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人手不够 完全分散的话 会逐个被击破的 分成四个阵营 各守一方 互相之间 离裂不远 一旦发现险情 立刻呼救 附近两处据点 便分兵救援 只要这样了 当下 扫了一眼大伙 小九 你带着几个婢女 去守北方 我 小九看叶少阳 你们俩如果在一起 会让兵力分配不均衡 敌人就有机可撑 小九于是答应下来 带着四个婢女 去了北方 和尚 白美 你们两个去东方 我一个就够了 四宝挺着下巴 傲然地说道 你 相信我 我一个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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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就够了